是否也可以 最好要离那个me 因为他在跟me比较 最好离me要近一点 如果整个rader掉到 the king的 什么the king rader king的后面不太好 因为这个他需要一个wood 这个他是助动词 对 我觉得你的rader最高 就是提到这里了 woodrader 不然你就是另外一个用法 就是the king would honor rader than me 好有没有问题 前面有个问题 我一直我一直插不上嘴 那个那个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 follow down 和如影那一节是哪一节 我记得好 如影刚刚讲如影了怎么样 对对对 就那句我想问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那个如影不知道到哪去 好你说吧 谁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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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章13 6章13 OK好 6章13 来怎么样 请说 就是那个 before whom 他说 他写 他说的是 before whom 这个 是不是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 before whom 为什么不用 before whom 还有那个 bing boom OK 主要的问题在这里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在这一句里头 你不能跟他对着干 你根本在他面前 站都站不直 我告诉你 你现在是打不败他的 你会打输的 所以这个 him 是授格 不是主语 对不对 他是一个授词 that's the reason why Modicai 现在在这个句子里面是 whom 那黑名他也是 是宾格 你们叫宾宇 OK 对 因为在这个句子里面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主要就是讲这个句子 没有理解 因为这个句子前面就应该用home 不应该用 前面这些都是修饰他的 你不用太太那个 真正这个句子最重要的 从这个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这句是句子的主要的核心部分在这里 你是打不败他的 你根本在他面前连站都站不直 所以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这个宾宇就是him 天使的 他为什么前面用home 是说 对 这home他是演出从剧 但是从剧没有跟他连接起来 他演出从剧 如果他是一个兵者 you don't know has started 这就是个从剧 这个has started 这就是 这就是魏语 这个魏语 它不是一个集无动词 它不需要结一个兵语 has不是 has呢 他这个句子 为了要吸引你的眼球 特别把莫迪凯掉到前头去 OK 他这个句子可以这样说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莫迪凯 since he is of jewish origin and before whom your downfall has started 对不对 他可以这样说吧 其实他最主要的 但是他故意把莫迪凯掉到前面去 这个莫迪凯这个人 OK 就像我们有时候讲话 你知道吗 这个现在拜登这个人 OK 可能我其实真正的主句是在后面 但是我故意把一个拜登啊 在一个句子的一开头掉起来 那就吸引你的眼球了 是不是 啊 这个拜登这个人啊 啊 他现在是经过什么什么事情 其实我主要的句子在后面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这个拜登 你要想把它从总统位置上拉下来 是不可能的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然后中间这些东西花花草草的 都是在修饰拜登 我们这里修饰莫迪凯 那就说这个霍姆是为了呼应这个莫迪凯 并不是说 是 并不是说后面跟兵语相相契合的 因为莫迪凯在这个 因为莫迪凯在这个句子里 因为莫迪凯在这个句子里面 主句在这里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你现在是打不过莫迪凯的 为什么 因为在他的面前 这个him在这里 它是一个兵语嘛 是不是 OK 莫迪凯提到前面 因为这个在这个莫迪凯的面前 OK 你都已经逐渐走下坡 你都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你打不过他的 不好意思 我说要我的理解 我不知道 对不对 其实这个who是作为一个 这个重句的一个标识 因为如果是用him的话 那么后面的you're done for 就has started 这个就没办法去捋这个句子的结构 who就引导下面这个重句的 you're done for 作为一个重句面的主语 has started作为一个位语 那如果你要him的话 beful him him本身作为一个兵语 兵语后面的you're done for has started 这个这个句子就 这个结构是一个错误的结构 然后since呢 事实上就像说了 这个最最主要的主 就是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然后呢since 这个又到这个you cannot 这个前面呢 又作为一个重句 那么since里面的这个modecai呢 作为这个重句的主语 然后呢is of jewish orange 作为一个位语和宾语 现在是主语里面套了一级重句 since modecai is of jewish orange 然后呢 在这个一级重句面 套了下一个重句 二级重句 就是who before whom you're done for has started 所以这个就像呢有一个重句套重句在那里面 然后whom呢是作为一个引导词 连接二级重句的 如果是用一个him 它不能够连接二级重句 而且这个句子的结构就是错误的 这是我的一点理解 不知道对不对 主要就是before whom 在modecai的面前 你的所有的一切 你的整个事业 一切全部都是走下坡了 你开始衰败了 都已经开始了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战胜他的 ok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这个是核心的句子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ok 既然这件事情 前面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since modecai ok before 这句子前面可以合起来变成 since your downfall has started before modecai 然后 whom is of jewish origin modecai这个人是犹太的血缘的 犹太的祖先的 ok 你没有办法打败他的 你既然已经打败不了他 你就会将会毁灭 一切都会败坏 一切都会毁掉了 他们讲的是这个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比方 whom 引导从这儿 家用 whom不行吗 不用 whom 用 whom 不可以用 whom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主句在后面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这个主句里头 这个him 这个modecai呢 是一个冰语 他是承受这个主语给他的东西 也就是说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stand的后面一定要有个冰语 对吧 你没办法跟他对着干的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那肯定就是很顺的 就是很顺的 然后他现在是用这个补给物来stand的 所以这个home就觉得就有点 这个I cannot stand 跟I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是不一样的 因为has 这是一个完成时吗 I cannot stand it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I cannot stand you 无法忍耐你 OK but I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这几个意思 这个stand表示的意思不太一样 I cannot stand it 或者I cannot stand you 是我不能忍受你 你在我面前 在一分钟我都受不了 stand against一个人 指的是什么 我跟他对抗 跟他比 跟他打仗 叫stand against him 我没办法打赢他 意思有一点点差别 所以你用 这个stand的他是可以带兵语的 是不是 是的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几乎动手 是表示 我要对着他打 对着他 我就跟他对着来 如果我这样说 他也不会说 I cannot stand him against him 虽然这个 虽然这要不顺 但是语法上 他是成立的 是不是 对 那就理解了 所以我说 我说 I cannot stand you 这是我不能忍受你了 我告诉你 你明天给我卷铺盖 I cannot stand you 我一分钟都不能忍耐 你在我办公室再待下去 I cannot stand you OK I cannot stand against you 是表示 我没办法打败你 我没办法打赢你 但是我们很少在别人面前承认我们如此失败 我们大部分都是讲别人 他太强了 他每次班上都考第一名 I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我是没办法打败他的 他永远第一名 我永远就只能拿到第二 我考试最高的分数 只能考到第二 所以stand against的意思是跟他对着干 打赢他的意思 但是如果只有stand 后面直接加这个兵语的话 那是表示忍耐不忍耐的问题 I cannot stand you 我不能忍耐你了 你明天给我拿薪水滚蛋吧 这样子 这件事情我不能忍耐 I cannot stand it 怎么可以跟我跟我的丈夫有苟且呢 苟苟盈盈呢 I cannot stand it 我不能忍耐这件事情 OK 谢谢谢谢 关键这一点 关键在这里 关键在这里 我表达 我有时候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可能没有解释 这件事情 是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